另外中国和菲律宾再一次在南中国海隔空宣誓主权 菲律宾海岸警卫队飞机飞越有主权争议的南沙群岛时 中国海岸警卫队船艇突然用无线电说 这是中国领土要他们马上离开 当时菲律宾的飞机就载着一批媒体从业园 巡视菲律宾自称拥有主权的岛礁岛屿 从海面接到驱逐令之后 菲律宾机师马上回复 是中方过境菲律宾领海 叫船上的人表明身份说明意图 避免因为误解酿出不愉快事件 在整整四个小时的航程中 中国当局用中英双语向菲律宾发了七次讯息 中国外交部孝吴表示 中国拥有南沙群岛和周边海域的主权 所以中国船艇展开正常活动合法合理 是中方的船艇展开正常活动合法合理 是中方的船艇展开正常活动合法合理 在这一方面的船艇展开正常活动合法合理